以示範方式登上亚洲年度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第一次公开声援台湾 虽然总统斯基三分多钟的回答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或台湾 但美国媒体《华盛顿邮报》评论 这已经是乌克兰政府致敬对台湾生存权发表的最坚定言论 泽伦斯基强调外交应该要先发制人 因为只要爆发战争 所有制裁都不一定有用 公开回应中国对台议题的看法 泽伦斯基的言论也再次引发国际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